石黄老人刚想要回家 却被一个小女孩抱住了大腿 把我也带走吧 老头低头一看 居然是一个口罩 息息很能用 就在刚刚 他被主人抛弃了 主人不要扔掉我 而石黄老人刚好来捡垃圾 就这个废瓶子能卖两个钱 口罩就抱住了老人 希望他能把自己带走 老大爷一看这么干净 就立马把他带回了家 耶 太好了 我终于不要流浪了 可刚进门 就遭到了女儿的嫌弃 小口罩难过极了 于是他不出意外的 又被随便丢弃在了大街上 很快女儿小美 就会因为乱丢垃圾 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由于小口罩 已经十天没有吃饭了 于是额晕了过去 又被风吹到了海边 在这里他不再孤独 因为他找到了很多同伴 有在海里待了 一百年的垃圾袋奶奶 还有二百年的垃圾可乐瓶 海洋里很多小动物 都由于他们的污染 导致无法呼吸 甚至是死亡 八百万的垃圾流入海洋 它们不仅不会被代谢掉 还会存活几百年 看似小小的口罩 极少成多 就会有更多海洋里的生物遭殃 因为你没买的一条鱼里 都有可能会藏着一只口罩 而它们又十分喜欢大海 因为在这里 它们不会被消灭掉 而小美就因为乱丢垃圾 导致她得到了这样的惩罚 所以请爱护海洋 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个男人就快被吓死了 因为眼前出现了个章鱼女孩 想要吞掉它 就在刚刚 发生了变异 双脚直接飘在了半空 根本不用走路 为了不惊吓的路人 他赶紧躲进了一家生育店里 准备来杯水压压惊 结果却发现那水自己碰都没碰 它就没了 阿强被吓坏了 他刚要起身 却发现那老板正在死死的盯着自己 还行为诡异的剁着食物 更恐怖的是 这家店里所有人都好像发现了阿强的异常 就在阿强纳闷的时候 突然老板的表情就开始变得扭曲 还有节奏的在动 不仅是脸 就连手也在动 阿强又被吓个半死 可他一转头 却发现店里所有人的表情都开始变得扭曲 就连美女也开始变成了怪物 阿强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可突然就扑过了个 眼睛里长着大章鱼的阿珍 下一秒 所有人的五官又全部消失了 阿强硬是被吓得眼还泪住 一动不敢动 更奇怪的是 阿珍并没有想吃掉它 而是一下就跪到了阿强的面前 还张开了大嘴巴 阿强仔细一看 里面居然是无数人的脸 太可怕了 阿强被吓得赶紧跑了出去 结果却发现 自己的脸也不见了 原来阿强平时就爱吃生鱼 所以不小心被细菌感染 不仅产生了幻觉 还失去了健康 所以千万不要吃生鱼 小心病从口入 太可恶了 小男孩正在等奶奶 结果却被几个熊孩子欺负 小男孩刚向淘宝 却被他们堵在了门口 这小男孩根本不敢反抗 他们还一把推倒了他 这群熊孩子非但没有意识到错误 还取笑起了小男孩 这可把小男孩气坏了 但他根本没有办法 只能找个角落 偷偷的掉眼泪 这时一个同学路过 得知他的遭遇后 决定带他去见自己的老师 一起训练空手道 开始的时候 他根本不堪一击 一次次的被别人摔到了地上 但他为了能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还是咬牙坚持 每天别人练习跑步翻转500下 他就练习1000下 别人练习臂力 需要爬行1000米 他就爬行2000米 就这样过了9981天 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成功地掌握了 运用空手道的诀窍 而且还可以在赛场上 打败任何强大的对手 直到这时 他才发现 原来那个熊孩子 是他的同学 他们还在赛场上成了对手 但这次小男孩不再懦弱 而是只用一招就打败了他 但小男孩并没有惩罚他 而是伸出了友好的手 因为真正的强者 从不以欺负别人 来证明自己的强大 最后他们终于化敌为友 所以请勿以恶小而为之 世界是温暖的 我们更应该温柔以待 你觉得异地恋的成功率 有多大呢 女孩就有个异地恋男友 沟通的方式只有电话 为了不被父母发现 还要偷偷的到窗外挡 每到冬天 女孩都会为男孩 织一件世界上最昂贵的微博 男孩都觉得满足极了 所以冬天也成了 男孩最盼望的季节 可你绝对想不到 他们居然还是青梅竹马 因为男孩的一次搬家 让两个人从此各奔东西 在那个通讯还不方便的年代 写信成了唯一的办法 但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过 女孩更是特别的珍惜 每一封信都要当做秘密 放在自己最喜欢的盒子里 更是只能用收音机 来了解彼此经历的趣闻 直到后来 通讯设备换成了电话 女孩每天都要收在电话旁 因为那是他们约定好的秘密 即便是只能听见声音 也会倍感亲切 直到后来 男孩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 他还是想第一个给女孩打电话 但机厅却是女孩的爸爸 为了不给女孩惹麻烦 他只能假装女人的声音 真是太浪漫了 虽然已经十几年没有见了 但彼此依旧深爱 直到后来 男孩出国留学 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他始终没有确定 回国的日子 和给女孩一个承诺 28岁的女孩越来越不自信 他这天提出了分手 男孩伤心极了 但他却每天必须看女孩的动态 既希望女孩幸福 又恋恋不舍 两年后 女孩分手了 为了抚平女孩的伤痛 男孩立马坐上了返程的飞机 时隔20年 他们还能认出对方吗 不会错的 虽然在茫茫人海中 但始终会有你 一眼就能认出的人 所以距离从来不是问题 请珍惜身边的人 你绝对想不到 地球是由四个超能力者 饲养出来的 他们先是由风宝宝 吹了一口仙气 再由植物仙上撒上种子 冰小姐的一滴水 外加火仙上的热度 才造出了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 本来他们都相处得十分和谐 结果风宝宝却爱上了冰小姐 为了赢得她的注意 风宝宝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结果却打了水漂 还被爱出风头的火发现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火仙上送给了冰小姐一朵花来追求她 结果冰小姐却答应了她 这可把风宝宝气坏了 她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植物先生赶紧追了出去 可没想到 风宝宝没有追回来 冰小姐还伤心了 那哭得真是泪流成河 这下完了 地球一下就变成了小冰球 原来就在刚刚 冰小姐不小心踏上了火仙上 这让火仙上十分嫌弃 冰小姐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真心终究是错付 所以她极度伤心 但植物先生根本不知道 为了维护地球 她还拿来了风扇来带地风宝宝 更为了不让地球变成冰球 她想找火仙上问个究竟 结果却不小心弄伤了火仙上 于是她怒了 不仅一把火就烧了地球 还把植物先生的小树苗也给消灭了 这下植物先生可生气了 临时两个人开始大大出手 而此时的地球也在受到重创后 开始变得四分五裂 火仙上又一生气 一把就把地球烧成了灰 所以团队一旦出现矛盾 如果不及时修复 后果很严重 这个前一富豪太豪横了 他居然有三个超能力女仆 每天回家都有你难以想象的待遇 这不富豪刚进门 一个女仆就叫住了他 还迫不及待地拉开拉亮 结果富豪邪魅一笑 从衣服里居然拿出来个 新鲜的冰镇苹果 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冰箱 最后他又把苹果丢给下一个女仆 这个女仆可不得了 一手大力神掌 就把苹果爆纸成了饮料 那简直不要太好喝了 接着富豪就坐到了沙发上 只见女仆微微张开双臂 周身就开始散发出了阵阵微凉的风 让身心疲惫的富豪顿时心旷神医 还顺便满两千平的别墅 也变得非常凉爽 那简直不要太舒服了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妈妈叫醒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人的梦 这是两个形影不离的姐妹 姐姐因为瘦 总有很多追求者 而妹妹因为胖 就根本找不到男朋友 但你绝对想不到 就在几个月前 两个人还都是胖子 但他们明明是一起减肥 每天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还会一起运动 但为什么姐姐能瘦下来 而妹妹的肥肉 就是纹丝不动呢 她觉得一定是姐姐有什么秘密 没有告诉自己 于是她趁姐姐不在家 开始分看家里的东西 但就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突然她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她翻开笔记本上的照片一看 发现姐姐每次吃大餐的时候 身边都会出现一颗蓝色的药丸 哦 原来这就是姐姐能变瘦的秘密 如果真的有这种蓝色药丸 你想要吗 哇 这个女孩好可爱 看到她被男友抱了一下后 突然 完了 圆形避漏了 我的妈呀 这简直坏了一个人 她的脸还贴到了男友的T恤上 这可把男友的下巴都给惊掉了 男友扯下了个睫毛 简直都要疯了 女孩不明白 难道漂亮就这么重要吗 她再也不想化妆了 她想改善自己的肤质 来防止有脱装的风险 于是她赶紧找到自己肤质最好的闺蜜 来问个究竟 闺蜜告诉她 自己是用了来自鲸鱼唾液里的精华液 于是女孩毛色顿开 为了找到这种海洋精华 女孩决定去大海探险 第一步就是跑到菜市场 买了一条小鱼来引出鲸鱼 第二步就是找到一条 不怕死又肯出海的船 于是女孩带着小鱼 在海上整整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会击溃她变美的决心 终于她找到了一片海域 于是拼命的用小鱼来吸引鲸鱼 果然一只大鲸鱼跃出了海面 女孩把小鱼抛了出去 结果却时辰到了海 一滴唾液也没有得到 就在女孩绝望的时候 突然 鲸鱼一口唾液就吐到了她的身上 女孩开心极了 拼命的拍打想让皮肤吸收 可皮肤却一点没发生变化 于是她赶紧跑回去找闺蜜 结果却发现 闺蜜根本不用出海 而是用了一种含有鲸鱼唾液精华的化妆品 经过提炼 才能让皮肤更好的吸收 女孩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办法 从此再也不用化妆 也可以变得美美的了 所以无论做什么 找对方法很重要 这只小海鸟已经十天没有吃饭了 她刚想去捡贝壳 结果一个海浪就拍了过来 她被淋成了落汤鸡 小海鸟第一天出生 根本不会觅食 而妈妈却偏要求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为了不被饿死 小海鸟只能壮着胆子 再次跑到海边 但还是被巨狼吓退了 就在这时 她发现了只可爱的螃蟹 小海鸟一秒就被她吸引了 还跟着仔细观察起来 她似乎忘记了恐惧 突然 海浪又一次拍了过来 眼看躲是躲不掉了 前期之下 她也学起了小螃蟹 将自己钻进了沙子里 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哇哦 太美了 无数的新鲜贝壳也被冲了出来 随着海浪退去 小海鸟再也不害怕了 因为矮小 她能精准地在海浪里 看到最大最好的贝壳 每次海浪袭来 别的海鸟都在拼命地躲藏时 她却勇敢地 把自己埋在了沙土里 她骄傲地冲到妈妈面前 告诉她自己找到了好吃的贝壳 就这样 一个 两个 三个 最后还拖来了 一只比自己还大的贝壳 姐姐们都跟着高兴坏了 小海鸟终于成长了 她高兴地围着妈妈转 成长是艰辛的历程 但只要勇敢地面对 认真学习 你会发现 成长也是精彩的 这个五岁的女孩 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于是赶紧把自己的玩具 偷偷藏了起来 然后又把剩下的玩具 死死地粘在屋顶 最后自己躲进了一个小房子里 但她又害怕自己的玩具被坏人抓走 于是她又赶紧跳了出来 蒙上面纱 拿起个锅盖 把自己武装好后 做一个勇敢的战士 保护自己的玩具 可怪物还没有到 她就被一阵大风 把防护的帽子吹跑了 但小女孩一点不害怕 反而很坚定 她努力地挥舞着武器 与恶劣的天气斗争 可她这么弱小 怎么能成功 也许是上帝被她的勇敢打动 大风却突然停了 但你绝对想不到 这居然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突然女孩就被大风吹跑了 幸好她死死地抓住了屋顶 但难过的是 她最喜欢的玩具 甚至是她的回忆 也被大风挂跑了 女孩实在舍不得她们 于是就抓住了一个风筝 飞上了天空 但奇怪的是 女孩好像一点不恐惧 突然女孩的玩具居然全活了 她们居然全部变成了 意想不到的大玩具 女孩开心极了 甚至和她们玩耍起来 女孩的意识似乎也长大了些 更惊讶的是 女孩还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熊 她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女孩觉得特别的幸福 可突然 女孩好像又发现了什么东西 仔细一看 是自己来时的风筝 女孩知道自己要长大了 她是来和玩具们告别的 她终究是要回到人类世界的 这也许是每个女孩成长必经的道路 于是女孩毫不犹豫的 随着风筝跳了下去 终于她长成了少年的模样 成长是艰辛的历程 要勇敢的面对 也要敢于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你会发现 你真的长大了 谢谢大家